大家好,我是艾薇恩神 我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崩坏新活动 阿梦大作战特殊结局 今梦大危机经典结局 承接上一批我们打财地图 点击追踪再次来到皮斯面前和皮斯对话 这样我们随便选 然后开始后面的剪辑 那么我们这一部分要做的就是 阿梦大作战的特殊结局 我们直接开始 也是会有一段旁白 然后这里我们选择上方这一处 下方因为我们已经通关了 可以看上一批 直接开始下方 旁白结束之后 你就有我们的填数字 跟着我做右手边4左边5继续剪辑 然后这里的话6填在左边 还有填在右边继续剪辑 接着下一步我们把6填在右边 1填在左边继续剪辑 好,注意这一步的话 6填在左边1填在右边继续剪辑 到了这一处3的选项的时候一定要细心不要把6填在最右边 4填在最右边 只有这一的解法614继续剪辑 这样的话我们刚好够 要求95分我们96分 继续剪辑 好,下一张 达成成就 迷惘的一代 这我们解锁了第一个特殊结局 结局 好,后面有一小段旁白 结束之后我们这一批就结束了 好,下一批再见 下一批我们分批去做剪辑 好的,这一批我们做的是金闷达威机 随着剧本的剪辑 金闷达威机我们需要先剪一个标准结局出来 这里我有15我从头带大家剪一遍 接大家来到第一幕 然后你听它旁白念完之后 跟着我一步一步做就好了 5,3,4,然后剪辑 导致第二处剪辑的话 需要我们注意 5,3,2,然后剪辑 这里调的时候慢一些 6,2,3,剪辑 一定要注意咱们的其他的地方降到零之后 其他情绪降到零之后也会失败 这里选择5,5,1,3 不要让感动和欢笑的降到零 虽然要轻松 但其他情绪没了也会失败 然后下一张 跟着视频做的话就不会出问题 然后接着长恶鬼来 好,邪恶鬼来 我们去做第二张任务 依旧是结束之后 6,2,4,2,6 这样的顺序去排 然后我们在下一处 需要 3,6,4,然后这样去排 继续剪辑 这里要求我们大于8 我们放两大于8的数字先进去 然后 6,3,2 我们要省一下情绪 我们放3的话 它会多掉一点欢笑 欢笑掉没了 我们就结束了 所以说这里我们要控制一下 跟着我去做 4,5,3,3 继续剪辑 然后这里会开着新玩法 我们直接进入 打到SS会简历我们一些情绪 你就对这牌子打 左右移动 然后按鼠标 就要打 特别简单 而且它是有一个范围的 你打到左边 也会炸到右边 我出现了这个冲能装置 可以去冲 好 它又排是和时间限制的 到这里就没有了 我们结束 6,300分SS 拿到它奖励的分数 其论你达到什么程度 奖励分数都一样 完成之后我们继续剪辑 好 放一只快镜 来到下一张 下一张这里需要注意一下 一定要跟我的去走 否则的话很容易就齐聚清零了 然后重新做 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右边 先放6R 然后左边放一只1 继续剪辑 然后折至小鸟这里 我需要看一下自己情绪 选择 2,2,4 然后继续剪辑 这里 不要掉太多情绪 然后大于8的我们塞 养着6进去 好 这边放3664 结束 好 这里欢笑寒增加了一点 然后我们 好 这里选择 3,1,3 然后继续剪辑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问题的 最后倒两只树这里 我们把6,3先放进去 把两只小数字丢到前面 从左往右就是2263 继续剪辑 好了 完美达成 把弹要求90分 然后情绪不归零 直接塞个快进 我们来到结局部分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标准结局到这里就完成了 好 后面是 它在旁白 然后以及 跳转到 有直接会跳转到下游任务 跟着下游任务做就行了 我们下一批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批准 by bwd6